大家好,飘飘今天不吃瓜 来说一个好消息 上周电影《尸姑》的原型孩子找到了 郭大哥被拐了24年的儿子 终于跟父母团圆 时隔24年 郭爸爸终于能和他的小摩托彻底告别 脑海里儿子郭新正停留在两岁的样子 也迎来了更新 认清仪式上郭家爸妈哭得撕心裂肺 和郭新正紧紧相拥 然而当我还沉浸在 时隔24年寻回孩子的感动中时 天降转折 把我打了个措手不及 郭新正决定留在养父母身边 我又看了一遍视频 这次发现 比起郭爸、郭妈的悲喜交加 那个怀抱中的背影显得克制 他的确回报了妈妈 也替爸爸擦了眼泪 可对比父母哭成泪人的动情 这些举动透着礼貌、身份 郭新正决定回到养父母身边后 有人愤怒 也有人替郭家爸妈不值 但相信许多人的感受和我一样复杂 我能理解他的选择 但看到郭刚堂说 不想二次伤害孩子 可以把养父母当亲戚 我既钦佩他的包容又有些不愤 在《集慕新闻》的报道中 邻居告诉记者 村里大都知道孩子是暴来的 养父母有两个亲生女儿 一直想要男孩 郭新正被暴来时 大女儿快成年 小女儿也比他大许多 两个姐姐还拿出积蓄 帮郭新正置办了房子和汽车 村民们的心照不宣 难道不是对拐卖的包庇 养父母的重男轻女 是不是给人口拐卖制造了需求 事实上 寻亲故事里 被拐者和亲生父母情感错位 并不是孤立 纪录片中国人的一天 被拐的孩子和亲生父母 相认识正值青春期 在他眼里 亲生父母才是闯入者 就像这名网友说的 被拐走的孩子 几十年后再找到 也不会再成为自己的孩子了 迟到24年的团圆 也注定无法成为真正的团圆 每一桩人口买卖 都是一个覆水难收的悲剧 追责起来 我们习惯把怒火 集中在人贩子身上 人贩子当然是这条黑暗链上 最可恶的角色 他们利用了孩子的弱小天真 赚的钱是用孩子们 被改写的一生 甚至是生命换来的 但他们也是被摆在明面上的 被消失被模糊的是什么 人口买卖中的买方 我们忘记了买方也有责任 郭新正的案子 在拐卖这宗最少 其实是特殊的 特殊在他虽然被拐卖 却有机会健康的成长 更多的买方是怎样的 有太多以真实故事 为基础的电影 可以给我们答案 盲山里女大学生白雪梅 被黄家买下来做媳妇 黄爸对她像对一只 跑出圈的牲畜 黄妈看似愿意多说上两句 但她的话里 只把雪梅当商品 至于儿子黄德贵 更是认为 花七千块换一个媳妇 不是犯法 只是贪了个小便宜 雪梅说买卖妇女是要坐牢的 她说 雪梅明面上是买回来的媳妇 实际上不过一个性工具而已 黄家也只是一个缩影 村里的每一个人 都是这套交易链中潜在的买方 村里的雪梅也不止一个 村民们互相包庇 支撑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将山外的文明世界死死隔绝 任凭雪梅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他人 换来的要么是贪图色相的欺骗 要么是一句 你屋里的事 我管不了的冷漠 买卖人口的买家们 靠着地狱的隔离 让人性道德秩序统统失小 一文不知 电影已经如此 现实只会更糟 联合国发布的2018全球人口贩运报告显示 一年中大约有800万人被贩卖 而妇女的占比就达到了49% 女性大多沦为比雪梅更悲惨的性奴 男性则冲作低点的劳动力 还有残忍不必明说的贩卖器官 2016年古利策公共服务奖 就报道了被贩卖到印尼做渔奴的劳工们 他们每天工作20到22小时 一周无休 要是敢逃跑 就会被关进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其中一个缅甸渔工 1993年被贩卖到印尼时才18岁 再次和家人相聚 已经是头发稀疏的40岁 还有孩子 不以做子女为目的购买的孩子 可能会遭受什么 踩生蛇鸽 自乾隆时期就记载在册的古老罪行 踩生蛇鸽是什么意思 踩 指的是采取收集 在贩卖人口中便是买下孩子 生指的是生批原料 也就是被买下的幼童 蛇鸽更好理解 让孩子残疾 为的是什么 上街乞讨 就在上个月 一位来自山东林仪的旁爸爸 找到了他丢失16年的孩子 雷雷 16岁的雷雷 只有78岁孩童的身高 头上有好几处 中起击打后的凹陷 更残忍的是 雷雷的舌头被割断了 失踪的这几年究竟遭遇了什么 他自己再也无法说出 但一个熟练无比的乞讨姿势 就足以替他道明这些年遭受的哭出 最让我痛心的是 庞爸爸的一句反问 你把张孩子交给我 我说 我死不回 我拿手不去叫张孩子 人犯再逃 买家不见踪影 而且就算买家被捕 在买人这个行为上 庞爸爸也很难得到 与伤害匹配的公平 为什么 拐卖人口判处5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严重的10年以上 无期甚至死刑 那么从人犯手中买一个女人或者孩子 要判多少年 弹幕可以先把你的猜测打在屏幕上 看了罗翔老师的视频 我才知道 买家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 这一行为需要担负的刑事责任 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拘役或管制 而购买一只珍稀品种的鹦鹉 都比买一个人判得重 当然我相信 立法者必定有自己的考量 刑法典的制定和修改 影响因素也很多 这次郭新正的新闻 让大家重新讨论起了买卖同罪 我们常说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像这种一买一卖 需要两方完成的犯罪 只对人贩子穷追猛打 不遏制买家 这条黑暗链就不可能被彻底切断 之所以强调买卖同则 就是因为有需求 注定会有市场 法律也许无法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 但或许 它也应当承担起人们最朴素的愿望 那就是有所作为 我也相信这件事 给其他世故父母的希望 远远多过失望 电影《诗姑》里有个细节 刘德华演的诗姑父亲 雷泽宽睡觉时 会下意识地把脚架在同行小伙 曾帅身上 疑问原因 原来是常年找不到儿子 落下的阴影 在人多的夜市 曾帅停下时没打招呼 雷泽宽就会神经质地发怒 停下来买东西 你可以告诉我一生吗 他帮很多人找到了孩子 却一直没找到自己的孩子 以至于他明知道 小孩身上的胎记 不是自己孩子的 还不肯放弃一线希望 说可能是自己记错了 可能是右脚 就让我带孩子 做自己鉴定吧 事故里的事情 郭刚堂几乎都经历过 但电影里的痛 只有现实里的万分之一 自从大儿子丢失 郭刚堂变得极度谨慎 多疑甚至神经质 他形容自己 当时就像有病乱投影师一样 妻子多年睡不着觉 想过轻生 然后我想 哎呀 我就从我的梦跳去 好累 都解除了 24年 10辆摩托 50万公里路 31个省份 几千条真假难辨的信息 现在孩子终于找到了 郭刚堂这辈子的心结 也解开了 这次巡回孩子 注定不是一场完美的团圆 我仍然觉得 是令人鼓舞的 因为现实中 和郭刚堂一样的父母 还有很多 事故里 雷泽宽习惯在沿途 收集别人的寻情告示 力所能及帮助其他世亲家庭 而现实中的郭刚堂 多年来也一直运营着 自己的寻情协会 帮助不少家庭团聚 现在儿子找到了 无形中给其他世亲家庭 带来了更强大的希望 那些还在黑暗里 苦苦挣扎的父母 又看到了一线光亮 一位爸爸赶了数百公里路 特意来蹭郭刚堂热度 借这个机会 寻找自己的女儿 而让我泪目的是 他的三轮车上 和郭刚堂插满 寻情旗帜的摩托车一样 也印满了其他走势儿童的告示 面对这些父母寻子的心切 警察 志愿者 网友 所有人都给出自己最大的善意 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 是对始终相信 永不言弃的寻情者最大的支持 我们今天讨论买卖同责 也并不是想鼓动大家 去网爆郭新正现在的养父母 因为对父母来说 他们最大的奢求 甚至不是孩子能回到自己身边 而是知道他还活着 他活得很好 就已经能在无数个不眠的夜里心安 郭爸爸24年寻子成功的热搜 让我感动 但我不愿再看到这样的热搜 因为这种喜悦背后 有太多无法挽回的痛 我期待有一天 一家人的团圆 不用先经历 一个个混杂的血泪 辗转难免 错过了几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osph Historical